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的是 诶 当然这是句玩笑话啦 毕竟《失恋33天》还是主打 《纯爱的都市爱情浪漫》主题呀 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高级婚礼策划师 一个是Gay里Gay气的王小剑 一个是颇为女汉子的黄小仙 影片开始 黄小仙在商场里偶遇男友和闺蜜劈腿 那 来了吧 一开始就不吉利 被两个最爱的人背叛 大龄圣女抱着婚纱在浴缸里崩溃 要说还是中年大叔温暖呢 第二天 被他骂成孙子的老板大老王召见了黄小仙 却并没有让他在成为失恋女青年之后 再成为失业女青年 坦白地说 我被大老王骂得心里好舒服 虽然名为失恋 但实际上 有过人生经验的人都懂得了 说放下就能放下 说扔掉就能扔掉的 那就不叫感情 那是黑色大号日用垃圾袋 为了进一步摧毁女主 她的好闺蜜前来解释这一切 哎 还解释个锤子呀 再好的朋友 内裤和男友也不能分享的呀 要是这一地的玻璃渣子 跟我说她原谅我了 那我也原谅你 于是电影开始 正式进入大俗套环节 具体来说就是王小剑 无微不至的关怀 没心没肺的黄小仙 这种在电影当中 没日没夜的关怀 简单总结就是 观众们看得出 男的喜欢女的 但女的依旧在装瞎 就在每天吃吃喝喝 随便应付一下装逼男客户 和绿茶表女客户的时候 一群猪队友 用免提毁掉了公司的大单子 这个时候 张嘉义扮演的大老王 再次诠释老戏骨抢戏的功力 办公室里被孝勋 儒雅中透露出 对仙剑组合的不满 不过要我说不是 这简直太梦幻了 换作我老板 早就让我滚蛋了 大老王 你开的不是婚庆公司 你搞慈善的吧 电影依靠着仙剑组合 不断结婚庆方案的方式 来推进两个人之间 日久生情的感觉 海青一段嘴炮教育小三的段落 可以说代表了 试炼三十三天台词的最高境界 骂人不带脏字 欲教育了 挽回一个金婚 赶走一个小三 东西出来 不过你取的那坨肉呢 是多余的 取出来就得扔 我取的这个 全家当个宝 取出来还要往大了仗 告诉你不是给你添赌吗 这能一样吗 于是 毫无意外的 失恋三十三天后的仙剑组合 就在灯火蓝山处 走到了一块 相比剧中各种台词包袱 电影的结尾 只能说是 大团圆势力结局 满足了三观正确的需求 醋套中 带着一丝温暖 如今再回首 看着当年那部 大红大紫的小妞电影 上映以来 票房仍不足一亿的 绑架者出品方哭了 我说卓卫大兄弟 你要是早点爆尿 我票房分你一半啊 你这玩意儿 另外补充一下 为啥说它是科幻片呢 这玩意儿 这部电影简直是 未不先知 回头再看 你会从这部电影当中 找到很多出轨劈推的 前因后果和细致末节 请收下小霞的膝盖 王颖阳我提醒你啊 我特别困的时候 道德标准也没有醒 所以别再烦我了 这种时候 我对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需要负法律责任